一样奋战在这条战线上的工人、能民、广大战户、全军始战员是以热烈的节日祝贺。 32年前,1949年10月1日,在我国土地上建立了没有国学、没有要学的新中国, 全靠了一百多年新老自民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时代的结束。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跨离百万计的始战员留下了奸学、建筑生命。 建国32年来,我国人民经历了严险取决的道路。 建国头十年,我们国家在各条战线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其原因,随也很多,但与单识大力反对官僚主义,广泛发言民主是分不开的。 可惜,以后未能申请建国头十年中所确立的正确方针,运用成功经验。 最重要的是,毛泽东从事开始执行过分集中的中央集权制。 在民主集中制的名义下,执行独裁宣制,并把反对官僚主义的人打成右派。 结果,民主攻击越来越薄,官僚主义越来越严重。 以致使,封建把一支儒才,统治了全党全国,使人民遭到立场的大灾难。 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严重所恶。 打倒四人帮后,没有从过去的错误中提出教训,没有射击清除官僚主义的迷信。 再度使我们国家在心境上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付出了很重的代价。 更严重的是,党各国家主要领导人,尖别是邓小平同志,不是实质求是的检讨,一几年在路线政策上的错误。 而是严用封建投财专制时期的最恶劣的做法,将一切决定归给毛泽东、自民邦和华国峰同志表示。 然而,说得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没有坚强的政治制度,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经济是无法发达的,社会也是无法进步的。 在中外历史上,找不到一个政治腐败而经历繁荣的国家。 另外,目前形式上,虽然三权分立,但实际上,党政策大权由一个人鼓劳。 所谓是民主牺牲制,民族败书院教授,其中正确意见。 此事实上,一片正确与否,要免到一个人决定。 结果形成了多数不同少数,全党不同中央一个人。 如同皇上朝夕大使议事 最后说一声 爱心之言 政协服务 就拍板定案 没有什么脸上 过去我们港内 所犯的许多严重错误 正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这种作风 所造成的 近几年在内政外交上 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也同样是因为 邓小平同志 递生了毛泽东这种作风的结果 同志们 国党我军的 革命先备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 建立了新中国 我们这一代的任务 是建设一个繁荣思想的 社会主义主播 为了实现这个影响 我们应当 扮演江湖们革命精神 从官僚主义 专制作风 进行不调缺的斗争 以上是八一电台的广播 电台 百分钟 可能会是多么种 新衣服的 不调缺的 他也没变成